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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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扑鹰在大运机 我在月中看星星 独裁梦境其实存在 跟着我们一起来 小小精灵动动翅膀 听着我们的旅行 独裁梦境其实存在 跟着我们一起来 小小精灵动动翅膀 听着我们的旅行 小小精灵动动翅膀 听着我们的旅行 小小精灵动动翅膀 听着我们的旅行 智慧树上智慧国 智慧树下你和我 智慧树前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咕噜咕噜大家好 我是最最开爱的小咕噜 小朋友们好 我是道哥 这一次我们准备 前往湖南张家界 去探索这个神秘 又充满活力的地方 小咕噜 你知道张家界吗 当然知道啦 张家界不仅有 美丽壮阔的风景 还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 没错 今天我们将体验的 就是张家界的 土家族传统文化 白手舞 这个白手舞 可不是随便摆摆手 它包含了 丰富的文化内涵 小咕噜 你知道白手舞 有哪些独特的首饰吗 咕噜咕噜 小咕噜知道 比如 有一种模仿挑蛋的舞蹈动作 用来在美人们勤劳朴实 勇敢 刚毅的气质 真是有趣呢 我们要不要也学一下呢 不过我担心 我的胳膊不够灵活 别担心 道哥 跳舞可是一种锻炼 多跳一跳 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协调度 和灵活度哦 嘿嘿 那就让我们 和现场的小朋友们 一起学白手舞吧 不仅如此 他们还将为我们 呈现一场盛大的 篝火表演 真的吗 小咕噜已经迫不及待了 快联系现场的小记者吧 大家好 我是智慧树栏目小记者张小可 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 土家族民族特色舞蹈 白手舞 每当盛大节日 土家人就跳起白手舞 在土家人聚居的村寨 有专门跳白手舞的场所 土家人把这里叫做白手堂 等到晚上 这里就会燃起篝火 土家人将同客人们 一起载歌载舞 你们看 前面有好多小伙伴 正在学白手舞呢 让我们快去看看吧 三 二 五 老师您好 您好 我可以学下这个白手舞吗 当然可以啊 那我们先去换一下服装 白师提醒小朋友们 不要走开 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等着你哦 哇 那么多好看的衣服呀 对啊 这是我们土家族的衣服 土家族的衣服十分有特点 它的颜色呢 与鲜艳为主 上面有着银饰和刺绣的点缀 给人华丽又大方的感觉 小可 姐姐帮你试一下漂亮的服饰吧 好高 这个就是土家族的民族服饰了 尤老师 你能教我几个动作吗 当然没问题啊 那我们先选一下动作吧 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小可 刚才我们学的这个动作是挑弹的 那我现在来考考你们 老师再跳一个动作 你们猜猜是什么 好不好 好 五 六 七 走 一 二 三 四 你们猜猜这动作是什么呀 隔着水晶 这么聪明吗 那我们再猜一个好不好 五 六 七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土地 土地 这么厉害 你们都是土家族的吗 是 那你们都要从小就学白手舞吗 对 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要学 这是我们民族的特色 一到节日我们都有庆典 都要跳白手舞 晚上的活动就要开始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看 都来那么多人了 看来活动已经开始了 月灵业 兵人 替้机 荒 ヒ 甚 Thanksgiving 这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群广西壮族的小朋友 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充满活力的竹竿舞表演 竹竿舞 哦 听起来好像很有趣 竹竿舞是广西壮族的传统舞蹈之一吧 没错 竹竿舞是壮族人民代代相传的舞蹈 它不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还有着象征着团结和繁荣的寓意 哈哈 那太有意思了 这个舞蹈是不是要用到竹竿呢 当然了 竹竿是整个舞蹈的灵魂 小朋友们手持竹竿一边跳舞一边敲击地面 形成一种欢乐的音乐 咕噜咕噜 那肯定很有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力 现在让我们连线广西的小记者 看看广西壮族的小朋友们是如何表演竹竿舞的吧 大家好 我是智慧树栏目族的小记者英子谦 欢迎来到广西柳州 每当节庆的日子 我们这儿逼不可少地想活动 就是和好朋友们跳竹竿舞 大家看 景昂小学的同学们 已经开始为今天的竹竿舞做准备了 干它 上下不云寸 不云寸 表面不够光滑 是吧 我们听听这个竹子的声音 它是不是不够清脆 说明它还很年轻 我们找的竹子要稍微的出装一点 成熟一点 这样它敲打起来 那个声音才够清脆 好 我们再往这边找一找 老师 这根可以吗 老师 这根我觉得可以 这个很好 表皮很光滑 声音也挺好 大家敲一敲 对吧 好 那我们就把这根竹子 砍下来 作为我们的竹竿舞的竹竿 不是要倒 耶 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呀 你好 我是智慧书的小记者 我想问一下 这个竹子是用来跳竹竿舞的吗 是的 哦 那的话你们为什么要调这根竹子 因为它竹竿的竹竿 手能握住很直 哦 那就这样子跳竹竿舞 不是 不是 还要把鸡打掉 哦 这样了 那我们一起拔 可以 我也下来了 可以了 该是提醒小朋友们 不要走开 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着你哦 竹子已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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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跟着同学们一起去看看竹竿舞到底是怎么跳的吧 竹竿舞到底是怎么跳的吧 同学们已经换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 准备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了 大家的衣服可真漂亮 我这身衣服呀 它是壮族的衣服 我的颜色主要是红色和绿色 而它们也有不一样的颜色哦 哦 我发现你身上的这个衣服的花纹可真漂亮 是硬上去的吗 不是 它们是硬上去的 因为它是由绒线加丝线编织而成 是广西壮景图哦 哦 原来是这样 开 盒 开 盒 郑族的服装都是五颜六色的 然后我们男生一般都会配搭这样的帽子 开 盒 开 盒 盒 盒 同学 你好啊 你好 你好 我就是想体验一下这个竹竿舞是怎么跳的 这有什么技巧吗 竹竿舞节奏比较重要 你需要写会一个口令 开 盒 开 盒 那请问开盒又是什么意思呢 开就是竹竿打开 盒就是竹竿关上 那是不是开我就要把脚给迈出去啊 是的 盒上的时候你就要把脚给伸出 盒 开 盒 开的时候先迈右脚 开 盒上了就要把右脚收回来 收 盒 然后开 盒 就是你的脚抬高一点 你的脚抬高一点 这样会被竹竿夹住 哦 再来一次 开 盒 开 盒 开 盒 我们来一次快一点的哈 好 开 盒 开 盒 而且盒子要放得很低 而且盒子要放得很低 不然太高 会扳到别人的脚 哦 我们还要开得大一点 不然别人跳不过去 大概这么大 而不然别人就过不去了 那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可以 你把它体验一下吧 谢谢 是 开 盒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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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 开 盒 盒 盒 开 盒 盒 为什么喜欢跳竹竿舞啊 因为我们在跳舞的时候 很多小朋友们一起跳 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团结 也可以让我们交到更多的好朋友 可以锻炼舞的身体 也是一种运动 竹竿舞的衣服也特别漂亮 你瞧 每次跳竹竿舞的时候 我都感到非常开心 我觉得竹竿碰在一起 会发出蓬蓬的声音 让我觉得很有气势 一样 很高兴 一样 你能不能跟着他 好吗 你能不能跟着他 好吗 好吗 有点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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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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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轮臂拍地 这个叫侧摔 这个叫踹水 你们学习武术多久了? 一年了 三年了 我从三年级就开始学了 我学习武术五年了 我来到这儿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 我学习武术两年多了 你们为什么要学武术? 因为学武术可以强身健体 我非常喜欢武术 所以我每天都刻铺训练 因为热爱 在电视机上看了好多武术表演 就觉得太帅了 那武术表演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先打好基本功 眼神一定要到位 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眼神一定要坚定 动作必须要干脆 武术表演前 最重要的是活动好身体 这样才可以上场表演 武术在我们国家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是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今天我们跟随北大新世纪实验学校的同学们 一起欣赏一段武术表演 拳运 武术 它是变成了一个斜杠的队 而且那个动作非常的难 但是它们却做得形容流水 非常的快 应该它们练过很长时间 可以做出这样帅气的动作 你们喜欢刚才的表演吗 喜欢 看起来非常的帅 非常的有趣 同学们的表演 让我看到了举手投足 风生水起 呼喝吐纳 气惯周深 刚才的表演是不是很精彩呢 你们还记得哪些武术的经典动作呢 刚刚我们见证了一场燃爆的山东武术表演 电视之前的小朋友们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 但是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刻了 嗯 没错 嗯 没错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观众